给姚晨一个专属的机会 前一段时间我去徒步 然后我徒步到了河北 徒步 对我从河北 对我从北京 徒步到了河北 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你是去那边干什么本来 越野跑啊 然后就自己走迷路了 越野跑结果当天下雨了你知道吗 一下雨然后就取消了越野跑 大家都说来都来了 那就越野走 然后就去徒步 结果下去的时候还迷了路 因为我们从这边山上下去 它应该绕一圈过来 结果这样上去之后 就不转弯直接下去 所以是很多人都在走 但是一个人怎么路了 不不不我们那个小分队 那小小拨人全走错了 这个经历真的蛮上边出来的 拖了几十公里你知道吗 而且蛮厉害的 就是你们其实挺有毅力的 就是这么 因为一般人就是走到一定时候 可是就开始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 要不要放弃 要不要放弃 所以你们是可以一挫再挫挫到何回事 这很厉害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当时是没有信号吗 比如说导航 中间有一段路没有信号 但是我们到了一半的时候 躲到了实在是走不下去了 是的 我们就看车 就站在那看车走过去 就想那就搭个顺风车 然后就搭了顺风车 但是非常不推荐大家在野外 荒郊野外去搭顺风车 要保持安全 没错没错 但我们当时一群人嘛 就还好 然后就搭了 刚好有好心人 烧了我们两船 所以才得意回来我们北京 才能来这 不然的话 我跟你们说 不然的话现在在直播间 姚春就是远程连线 不然现在还在河北 我们是远程连线 姚春你还好吗 姚春在山里 我在哪儿 我在哪儿 小浪我今后不见 迷雾了很小的道路 对的对的 对 好的 好